在這個冷嗖嗖的天氣 早上來一個暖呼呼熱騰騰的 Bagel是不少民眾的日常 但是現在就有餐飲業者 開出了2023年漲價第一槍 以後想要吃上這一顆Bagel 恐怕得多掏出五塊錢 好像有點多 現在物價上檔應該都算合理吧 可是大家都在漲 所以會覺得蠻正常的 物價飛漲的時代來臨 追溯源頭就是因為 黃小玉價格持續狂飆 不光是Bagel成本壓不住 像是青石糕點 時光點心 愛心蛋跟歐姆蛋 都要調漲五塊錢 但撐不住的店家可不止這間 色澤亮麗裹上濃郁醬汁 料多美味的鰻魚飯 是許多陶客的最愛 冷冷的天來上一份暖心又暖胃 這樣一份料多又美味的鰻魚飯 一份要價是600元 但受到今年鰻苗產量減少 再加上缺工的因素 過完年想要吃上這一份 恐怕得再多掏一點錢 已經漲價習慣了 就是說我們在年後 也是因應我們的一些的成本 因應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的那個人工 還有員工的薪水 包括工業生的這個時薪也都提高 在年後大概會調漲 約百分之十的一個漲幅 農曆年前後掌聲不斷響起 台九公司也宣布年後將調漲 就連三十年來沒有漲過價的金車公司 旗下的奧利多跟倩洛 年後也要漲五元 過完年後日常生活 恐怕得要更精打細算了 環宇新聞林委屈張亞珠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